这家茉莉花开摄影店开在杭州运河商厦里面 五个月前小猪在这儿购买了拍摄套餐 我当时选的是一个3000的套餐 里面包含的是35张底照 还包括一些其他的摆摊和相册 上个月16号小猪过来拍摄 他说当时换了五套衣服拍了很多照片 选片的当时是给我呈现的是将近有400 四五百张照片 因为我的套餐只包含35张 那我就要得这么多的照片里面删到35张 但是当我删到了将近200张的时候 也觉得还行嘛 也没舍得删 然后当时但是也没有想过要留这么多 额外的话是一张照片是需要80块钱底照 然后他就开始给我进行剩下的100多张的照片 进行了其他套餐的计算 小猪说在对方推荐下 他又购买了价值5000块钱的套餐 这次可以再选70张底片 以及下一次再拍30张底片做成相册 当时钱不够 他只付了2500块钱 后来他觉得整个消费过程有些被动 觉得摄影店是故意多拍照片 让他难以取舍 因为老师有的过客给拍的多 有的过客给拍的少 你主要还得看表现力 一共给他拍了300张 这呢总拍张数 咱们这都有记录 对 对给他拍了324张照片 当时他是照片多了 多了之后呢 然后找到我 找到我说我多加这些照片怎么办 你怎么给我算钱 然后能不能给我多多少优惠 张店长表示 小猪主动提出购买优惠套餐 也在消费单上签了字 小猪说这中间有个插曲 他们在中途列套餐的时候 我当时说了一句 我说我想继续先去删照片 删完之后再来决定套餐 然后那个选篇小哥哥他说 你都已经选了两轮了 还要选呀 我说你要想删 你就回去删 我只负责你照片多 我帮你去优惠 那是我当时要删 你们没让我去删 我说你要想删 你随随可以回去删 你当时没让我删 然后最后 因为当时你170多张照片左右 他觉得我怎么删 都删不了几张 小猪的说法是 签字确认前自己提出过继续删照片 但对方没同意 他无奈签了字 张店长强调 全程都是小猪自愿的 现在底片已经进入精修制作阶段 我现在的诉求呢 就是说我只要35张的底照 按照原套餐的3000元的套餐走 并不想要额外的5000那个套餐了 就按照你现在交的这个2500 我最后再帮他去调整一下 也可以 但是他现在就要求说 我之前交那个2500 他也要退 因为我这东西单子都已经下了 我没法退这个钱 张店长表示 会根据已经支付的2500块钱 调整内容继续服务 没法退款 不过愿意再请示一下领导 后来他反馈 还是无法退款 1818黄金眼记住报道